雄市警方破获了一个暴力集团 专门吸收地方上面的飙车族 跟小吃店啊 还有店家啊 索取保护费 不听话 他就勘整的店 让你做不成生意 不然就是找人来扎店 还好这群年纪轻轻的歹徒 都被警方给抓了起来 老板娘开店做生意 没有想到一大群青少年 手持棍棒 骑机车到店门口叫嚣 二话不说 这也砸 那也砸 把生财工具全部都破坏殆尽 两个人一组这样子下来 然后就是 拿棍棒都砸垫 然后他们都是戴安全帽口罩 然后就是 就是破坏人家的冰箱啊什么 还有炮盘 然后一群人十几个这样子 他们动作很快 大概一分钟内就完成 然后就跑掉了 小吃店为何会被砸 这群二少来到店内用餐 却不想付钱 被业者痛骂 结果他们就吆喝了一群人来砸垫 让对方生意做不成 更夸张的砸完了店 还要向业者索取保护费六十万 被害者给钱之后啊 这个黎姓祖贤等啊 还非常恶劣的 还继续到他的这个 这个营业的这个小吃店里面啊 再把他的一些生产工具啊 全部把他这个打坏了 这个暴力集团 黎姓祖贤在地方上吸纳了一二十岁的飙车族 成立了一家暴力讨债公司 索取保护费 不交的话就派人二十四小时 在店门口盯扫 持枪恐吓 经过警方三个月的时间收正 出动警网逮人 看看这些嫌犯 男女都有 年纪很轻 却到处逞凶斗狠吃霸王餐 令警方也摇头 中文字幕王家庆 SNG小组高雄报道